最有效的印度需求收入 攻擊衝擊 預期轉入 王滬寧的接班人江金權 讀功級本來是讀對的 突然想到習近平在二十大讀錯了 他又連忙改成 習近平的錯誤讀法又讀了一篇 有網友說 如此方顯救之本性 大家好 我是美玲 歡迎收看第一時間 今日節目的主要內容有 新影片曝光更多真相 胡錦濤被激怒啦 胡錦濤被隔離前還發生了些什麼 習近平的獨霸 和胡錦濤的紅潮危機預言 胡錦濤獨指狂捧 卻沒用 目睹腹被隔離 微博症發恐被清洗 習近平客壞國家投資人 總概股狂點 港股創十三年震低 在外界對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 在二十大幣模式上 被強行隔離會場的一試 外界眾說紛紜 直到CNA 也就是於新加坡的一家 而報導亞太新聞為主的 電視頻到亞洲新聞台最新釋出一段 在發生社員視頻之前發生的一幕高清畫面 當時引爆了輿論 為揭開這一個重重迷夢 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覺 該影片顯示 胡錦濤疑似想翻開 面前場面上的文件 但遭到中國人大委員獎勵戰書的阻止 先引發一連串事件 一句話太終目驚心了 名單就是不讓他看 講胡錦濤出會場 是習近平親自下的命令 但我們也清楚看到 胡錦濤當時明顯是被激怒了 但無可奈何無力反抗 直到被強行隔離會場 我們再從事假信著來看 胡錦濤先是想翻開自己面前的紅皮文件 隨即遭到律戰書壓住手阻攔 胡這個時候還想護住文件 被習近平注意到後 馬上叫人將胡拉出會場外 當胡起身時紅皮文件已經到了律戰書手上 具體來說 胡錦濤應該是看了一下感到錯惡 並且應該發出質疑的聲音 還想仔細點看 律戰書就開始干預了 干預的還有王滬寧 這個過程習近平一直有留意 他是清楚聽到胡和律戰書 王滬寧講話內容的 就不及可待地將中辦主任丁石牆的報下 好笑信叫你 好按照旨意交代習的保鏢進場 連控帶騙地將胡錦濤帶走 也就是說 律戰書王滬寧都知道底細 習近平身後的貼身保鏢 和中辦副主任恐笑信 隨時觀察習近平的身體語言 隨時接受習的命令 而在後續發生社拍攝到影片中可以提到 當工作人員走過來拿起胡錦濤的眼鏡 並要撐扶他離職的時候 胡錦濤明顯將手往內縮 不願意就此離開 工作人員隨後還想從背後架起 一被胡擋住 且當胡錦濤發現自己面前紅皮文件被拿走後 心之中企圖上身手去令習近平穿上的文件 但被習用手擋住 那問題來了 律戰書和習近平都敬禮 不叫胡錦濤看的紅色文件夾到底是什麼內容呢 外界目前的推測 很可能是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而名單上的人選很可能和習近平和胡錦濤達成的私下交易有出入 換句話說其他人都清楚 唯獨胡錦濤還被蒙在鼓裡 讓習近平擔心的是胡錦濤發現被騙了之後 可能會在大會投票時棄權或投下反對票 BBC則分析 中共的大會通常都會高度依照劇本演出 因此胡錦濤離場很可能不是意外插曲 而是習近平有意公開羞辱胡錦濤 藉此強化他的核心領導地位 胡錦濤的公開羞辱 也等於在殺雞警後 向其他的前任黨高層發出明確警告 而中夷委的關於防止幹部成為權勢團體代言人的最新表態 似乎也認證了這樣不是空遠內風 而且更可能預視著即將到來的驚濤海浪 23日下午 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2700名黨代表 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員 但仍不見胡錦濤蹤影 響以歷史的吊詭是 在11年前 2011年的7月1日 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在中共現黨90週年大會上 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四大考驗 和四大危險的紅潮危機預言 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面臨執政 改革開放 市場經濟 外部環境等四大考驗 面臨精神蟹汰 能力不足 脫離困中 消極腐敗等四大危險 而後下一任要接班的習近平 正準備面臨胡錦濤港的紅色危機難題 當時還有相對樂觀的分析認為 如果能夠按部就班 朝向政治改革的道路前進 或者中國還有機會在兵潰警訊下 有民主改變的可能 不幸的是 隨著習近平上任後不斷的開歷史倒車 當初胡錦濤的四大考驗和四大危機 卻仍是2022年後 中國國情的現實描述 曾在克林頓政府時期 監任輔助理國務卿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崇麗說 現在的情況是 官員們不敢告訴習近平 他的政策實際上有不利的方面 則憑上有代價 並會制造新的問題 所有的官員都將警訊展示自己的忠誠 導致他們最終會做過火 自家國大學的楊大力則說 習近平現在是這個體制的真正主任 但任何錯誤也將是他 會不會疑問 那之前如果經濟出現了問題 他可以將其跪咎於其他人 《紐約時報》的報導說 即使是最有力或最自信的官員 最終也可能不敢挑戰習近平的政策 常委會成員全部都是擁護和忠於他的敵系 這樣做發出一個強烈信號是 遵命先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道路 習近平身邊都是唯唯諾諾的一群男人 香港浸信會大學政治學名譽教授 高敬文說 甚至沒有任何唯唯諾諾的女人 本街政治局的24名成員中 25年來首次不再有女性擔任 但是國際資本市場強不買賬 周一也就是二十大後的首個交易日 中國股在香港經歷了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高的一天 開始即跌穿日萬六千點大關 創業十三年來的低位 外國投資者急於拋售中國股票 而在美股在三大股子全線收賬之時 中概股卻逆時暴跌 立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跌超14% 其中拼多多跌超24% 理想汽車好未來跌超17% Bilibili 新東方跌超16% 騰訊跌超14% 京東八道微波 阿里均跌超10% 專家表示 看來中共領導層的改組嚇壞了外國投資者 讓他們放棄在中國的投資 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當場被隔離 雖然事後官媒稱是因他身體不適才帶他出去 不過外界大部分不埋單這個說法 中國微博則全面那麼升 畢竟幾乎搜索不到胡錦濤的資料 令他的兒子胡海鋒同租聯盟那麼像 仍同被封殺 胡海鋒在閉網會議上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被駕走 仍然沒有發聲官的他跌跌下來試圖如何 成外界關心焦點 事發當日胡錦濤的兒子胡海鋒也在場 胡海鋒欠毫以待之之 一路從地方原始的副書記聲任是市長 還曾是接乾脆年輕的地方市長 不過2018年升任中共禮水市市位書記後 試圖似乎碰壁 已經維持原職位四年多 胡海鋒傳聲官消息已經多年 距離落空 不過今年一月底舉辦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 便傳出要進行人士安排 因此胡海鋒一度被看起來 有望升官 制身浙江省委常委 尤其今年適逢二十大舉辦之年 被認為必具意義 尤其胡海鋒先前接受媒體訪問時 還大捧習近平 稱他有甚遂的思考 強烈的擔當 深厚的情懷 和工作的實踐 甚至還說習近平帶來理論創系 實踐創新 制度創新 所打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是習近平為浙江流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完全不掩飾討好之詞 然而日本介意十大的發展 卻不像上將 胡海鋒不僅沒有成為中央委員 連後補委員都沒有當上 還眼睜睜地看著父親胡錦濤被嫁走 但接下來迎接他的可能不止如此 目前在美國上已經沒有發授 沉胡海鋒的任何資料 而守沉胡錦濤 則僅有官媒發佈的新聞 且至有寥寥五頁資訊 顯示當局已經展開對父子倆的封鎖 外交政策猜測 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是中共發佈胡錦濤健康狀況的公告 或者是中共的檢委拒留胡錦濤 以及隨之而來的起訴、下獄 而根據美經正式的最新網絡爆料透露 胡海鋒已被停職 胡錦濤則被軟禁在河北張家後東奧會賓館 即是公安部老幹部看守所內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 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 取得了舉世主目的輝煌成就 為了黨和國家事業的既往開來 胡錦濤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 帶頭離開了黨中央領導崗位 體現了崇高品德和高峰諒節 讓我們向他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們都是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 正像剛才那首歌裡邊所唱的 黨是陽光 黨是春風 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讓我們以不同的方式 來表達我們對黨的感激之情吧 那觀眾朋友們 你對此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留言給我們發表你的高見 好啦 今天的第一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個節目 請記得點讚、留言、訂閱 轉發這個欄目 多謝你的支持 我們明天見 我們下次見 喜歡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